Hello 大家好 我是Edwin哥哥 朗仲哲想找我们帮忙 很简单 快点填在下面的方案 和我们订计一个计划 或者选择我们的网上教材 好了 我们看影片之前 麻烦大家帮我按个Like Share 和Share 给你们Facebook的朋友 好吗 做好了吗 OK 好 准备好了 那我们大家上一堂咬字训练 What 好了 我们回来了 看看这首诗是Hey Diddle Diddle 今年的LCM浪造者是比3.5岁去释法 Nursery Rhyme Nursery Rhyme 其实是一首歌去踢浪 但记住不要唱歌 你表演的时候知道吗 好 看看有什么咬字的困难 3.5岁 三岁半的 你都应该挺难的 好 看看 Hey Diddle Diddle 这个很简单 没那么大问题 Hey Diddle Diddle The Cat The Cat 小心点有个T字 很多时候 The Cat and the F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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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应该没那么大问题了 OK Fiddle 是什么来的呢 你知不知道呢 叫妈妈、爸爸把照片给你看 是用来拉的 OK 看 OK 继续了 OK 继续了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这个位置是最难的 OK 这个P 我加一个EV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Little Dog laughed Loughed OK 这个又是最难的 OK 这个又是最难的 To see such a sport To see such a sport And the dish And the dish ran away 这个很简单 With The T-H-M You know OK With the Spoon OK With the Spoon OK 这首诗对一个三岁半的小孩来说 又不算很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已经会唱这首歌 但小心一点都讲一次了 记住去朗诏 先不要唱歌 知道OK 是要朗诏 OK 所以那个节奏 还有那个声调 还有那个Ending 小心一点去处理它 不要经常都扯得很高音 知道吗?OK 好了 我是一黄哥哥 先说这么多 是这样吧 拜拜 哇 朗诏节想得到好成绩 其实很简单 记住留意以下这三点 Clarity of Speech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Awareness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朗诏 和网上教材 你刚刚看过 就是一个咬字的训练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学来的 声线的运用 感情的表达 还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好了 快点和我们填了下面的课 和我们播一个上课时间 好了 还有 不要忘记记住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到时见 拜拜